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一个唤醒女性内在力量的花园 帮你懂自己 爱自己 经营亲密关系 化解情感危机 欢迎订阅与十一万独立女性一起 做更好的自己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婚姻好不好 看男人的嘴就知道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人们总说 要看清一个人 不是看他说了什么 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但在婚姻中 怎么说和怎么做同样重要 好的男人会在行动上给你依靠 更会在嘴上给你宽慰 他们愿意用行动让你幸福 就不会偷懒在嘴上戴满你 他怎么在嘴上表现 也能看出婚姻的质量 最甜的男人在乎你 关于我爱你这三个字 大多数人都羞于说出口 但是王小波先生 却对妻子李银河说 我是个俗气质顶的人 见山是山 见海是海 见花便是花 唯独见了你 云海开始翻游 江湖开始澎湃 昆虫的小须挠着全世界的羊 你无需开口 我和天地万物便通通奔向你 很多人说 年轻的人不宜读王小波 因为他嘴太甜了 他的一句话 可以让世间千万个男人羞愧 读完他的情话 你会发现自己的爱情 满目创意 不值一提 但其实 现实生活中的王小波 只是个普通人 那些风花雪月的浪漫情话 都是因为足够爱 才写出的 嘴甜 是因为在乎对方 才看到了别人 看不到的优点 也是因为在乎 所有的缺点 都可以变成优点 和王小波不同 日常生活中 经常存在那种 对老婆事情 漠不关心 从来不舍得 夸老婆一句的男人 他们总说 没什么好夸的 但其实 是他们 根本没想夸 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也许会在语言上 有所迟钝 但他一定知道 你爱听什么话 对于女人来说 一句简单的夸赞 或许什么也改变不了 但却能让自己 感受到重视 让自己有存在感 最打动人的 不是情话 而是他愿意 讨你开心的 那份付出 这或许 不是生活中 最重要的 光有嘴甜 也是远远不够的 但一个嘴甜的男人 肯定是愿意 在你身上 花心思的人 生活已经这么苦了 愿意用甜 来温暖你的人 一定很在乎你 嘴软的男人 包容你 好的婚姻 需要烟火器 而烟火器的生活 除了柴米油盐 还有磕磕绊绊 在两个人的争吵中 最先败下阵来的人 往往是最爱你的人 嘴软是因为心软 心软是因为爱 东斜西读里 有句话这样说 如果感情 可以分胜负的话 我不知道 它是否会赢 但是我很清楚 从一开始 我就输了 一个爱你的人 绝不会想要 在嘴上赢过你 因为她知道 吵赢了你的同时 也会伤了你的心 妻子的浪漫旅行中 主持人问张杰 你们两个人吵架了 谁道歉 张杰毫不犹豫地说 肯定是我啊 不知如此 她还说 初期的时候 并不想道歉 因为觉得又没做错 但是后来觉得 自己连个道歉也不会吗 就像张杰毅啊 大多数嘴软的男人 并不是因为真的吵不过 而是愿意包容对方 对他们来说 吵架真正的意义 是让双方了解彼此的问题 而不是真的为了辩论 如果已经达到目的 那让对方赢一下又如何 只要他可以开心 王涵也说过 大多数的嘴软 都是刻意退让 我们的婚姻生活 确实不如想象中美好 大多数的时候 它总是遍布荆棘 但幸运的是 有一个人 能一直在你身边 包容你的小缺点 主动承担前路的经济 让你能够痛快地表达自己 遇上这样的人 婚姻才是真正的幸福 前段时间 有人在知乎上提问 从哪些地方 可以看出一个男人 对妻子的尊重 有一个网友的回答 是嘴严 从来不在外人面前 说妻子的坏话 仔细想想 这番回答很有道理 我的同事老周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和他认识多年 从来没听他说过 妻子一句坏话 即便是在私底下聚餐 大家都开始抱怨 生活的压力 控诉对象 种种缺点时 他也坚决不提到妻子 一开始 我们以为 他和妻子的关系 一定很好 才能让他如此乖巧 后来我们才知道 那段时间 他们因为买房的事情 闹得很不愉快 已经冷战很多天了 他说他当时 很生妻子的气 也很想找个人倾诉一下 但一想到自己抱怨 会影响别人 对妻子的印象 影响妻子的名声 只能拼命忍住 像老周这样 维护妻子的面子 就是对妻子的一种尊重 这种尊重 是对妻子的保护 更是对妻子的爱 老周为我们 印证了一个道理 爱你的男人 不一定满嘴都是你 但一定 愿意为了你闭嘴 幸福的婚姻生活 一定离不开 两人的互相尊重 它不光是婚礼上的誓词 更是两个人 能一直走下去的前提 余生 请珍惜那个 愿意用嘴尊重你的人 我们有句老话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生活中 有用嘴骗你的人 但也一定 用嘴爱你的人 用嘴骗你是为了 让你觉得他好 而用嘴爱你是为了 让你过得更好 嘴甜是宠爱你 嘴软是包容你 嘴严是尊重你 能够做到这三点 正是因为 他们懂得你需要什么 愿意牺牲自己 让你过得更快乐 心里眼里有你的男人 嘴上也一定有你 婚姻好不好 就看他 会不会用嘴来爱你 如果有 请一定要珍惜 今天的文章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觉得文章不错的话 请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或转发 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同时 为了更好的和粉丝互动交流 我们在Facebook 也创建了公共主页 点击影片简介下方的链接 订阅即可 每篇主创阿豪 每天会定时查看私信 但因每天收到的私信过多 导致回复不及时 阿豪精力有限 会优先处理Facebook的超级粉丝 永远留言评论互动 即可获得超级粉丝称号 期待与您在Facebook相遇 每天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拍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拍照